请收看维新世界老祖先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看《老祖先机》 王禅老祖是智慧的根源 王禅老祖是心灵的依规 王禅老祖是能量的来源 王禅老祖是大家的心 王禅老祖是永远的光明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来到了北投教室 接受我们访问的就是陈立春 陈贤士 陈贤士 你好 阿弥陀佛 雅琪师姐好 各位同修大家好 电视机前的史方善信大德大家好 我是北投教室隶属的中山区民权初级五班学员 也是五班的班长 是 老师很会用人 一眼就可以看说 这个人是班长的人才 所以我赞叹老师 另外还有一点我也要赞叹老师 因为云舍讲师的慈悲 所以我们立春师姐不简单 煮了一手的好菜 譬如说你常常来做菜 分享给我们所有的闲事同修吃 这个就是也是因缘际位之下 我是来这边值班当法工 然后老师就说 那不然你下午值班的话 我晚上留下来上课 他说不然晚上你来煮饭好了 那我就说好啊 那你会吗 那时候 其实我也不是很会煮 可是我吃得很好吃啊 因为他们都很好养 是是是 我煮什么他们就吃什么 非常好 不挑食 是是是 对 但是我觉得 反正老师交代我的事情 我都觉得只要我做得到的 我就会去做 所以他们常常是我的实验品 是是 不错的 因为我们非常的感恩 来露营这两天 都是餐餐真的是美食 而且可以不用离开我们的教室 到别的地方去老路奔波 去找个餐厅来吃 这样的时间可以节省了很多 又让我们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 就像说我们从微信电视台来 我们这个团队就像离乡背景一样 然后来这里就好像回到一个家的感觉 大家又这么样的亲切 真的每次都吃得肚子很饱 但是也因为吃得饱工作才做得好 这个也是要感谢雅池师姐 你们这次给我们这个机会 然后来到我们北投教室 可以让我们大家同修有这个机会 可以招待你们 但是也是让我们可以展现说 大家同心协力的一个方法 一个方式 不然的话不晓得大家就是 对这个教室有多少的相信力 所以是谢谢你们给我们这个机会 那也要感谢老祖 因为刚好那次也参加了永乐教室的 我们的智慧长 刚好老师就坐在我旁边 就这样子聊起来的说 原来你是原然讲师 我也邀请你来上课 你都没有空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这样子 因为人员很多 特地安排了两天 我相信会把学员们 他们学习的心得 还有诚恳 还有受到老祖师中的法医 我们广传出去 我相信可以让很多的家庭 得到平安的 不过听说你要来我们中门上课之前 要进到我们的这个北投教室 隶属的民权教室来上课的时候 听说你做了一个梦 这梦境到底说了些什么 这个也很凑巧 我在进中门的大概前一二十天 那有一天睡觉的时候 就梦到有一个人说 他要带我去看一处很漂亮的御花园 我想说好啊 这个美的东西当然好 是 我就跟着他走 结果走着走着 怎么脚下变成腾云架雾 我是在空中的 是 我也很讶异 我怎么飞到空中了呢 结果到了 到了之后 这个花园 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花园 那个晴空万里 那个天气之好 我觉得好像这辈子没见过 是 然后那个花每一朵 又大又漂亮 颜色又鲜艳 白色就是白色 红色就是红色 我说这个真的是天上才有的仙境 是 结果走着走着 那个人怎么变成一只小白兔 所以他前面跳着跳着 还会等我说 有没有跟着他 我就跟他点头说有 我就一边欣赏一边跟着 结果走着走着 小白兔不见了 前面怎么有一尊佛 是 然后他一只手拿着佛城 然后一只手在跟我招手 是 那因为我虽然没有信奉什么宗教 但是我见到神 我也是会拜拜 那当然 那我想说 那跟我招手 那就是要叫我向前跟他拜拜 我就跟他好像心会神通 我就点点头 我就往前三鞠躬 我就醒过来 是 结果醒过来之后 那种精气神 我不晓得要怎么去形容 后来是我诵经之后才知道 那个叫做加持冠顶 那种感觉真的是 一辈子 五十几年从来没有过的 睡醒之后精神的饱满 我觉得这是 真的无法向人家形容 这是我进中门前 非常棒的一个梦 我们老祖师尊 他是右手拿着佛城 左手拿了一个天地盘 这个就是老祖师尊 他充满了智慧 他也是我们的心 所以冥冥当中 已经带领你来 要来学习 易经风水的庙法 进入到我们老祖座前 来作为老祖师尊的弟子 这是一个可喜可贺的现象 不过我想就是说 我们其实在一个家庭里面 如果说真的是家庭主妇 或者是一家人 在家里待久了 真的必须要到外面去走一走 因为接触大自然 我们来自了虚空 我们当然要回归一下大自然 尤其你人在一个 小小的空间里面 你真的要把你的能力 释放出去 所以你的身体会更舒畅 所以你想去看夜景 结果本来是没有 没得去的 结果沾了卦去城了吗 对 这个就是因为 我听人家说 阳明山的夜景非常的漂亮 但是我的先生是不可能带我去看的 是 所以我就跟我女儿说 不然你也带我去看夜景 因为叫你男朋友开车带我去 她说你这么想去 我说对啊 人家都说很漂亮 她说好吧 那礼拜六带你去 结果到礼拜三 她就跟我说 你不用去了 因为气象说 一个礼拜都会下雨 是 我心里也觉得说 好不容易要带我去看夜景 是啊 会下雨 我也是很失望 但是我说 可是我很想去 她说又不是我不带你去 是因为会下雨 那我隔天刚好去上课 那我就请教师兄说 那怎么办 我好想去看 这个可不可以沾卦 可不可以知道说 到底礼拜六会不会下雨 他说可以啊 我说那因为我不是很懂 可不可以拜托你 我沾完可是我不会解 我就拜托师兄帮我解 结果他就告诉我说 哎呀你不用担心啦 可以去啦 我说是吗 可是气象说会下雨 他说一定可以去的啦 那我礼拜四晚上回来 我就跟我女儿说 哎 老祖说可以去 她说 哦 你们老祖说可以去 她明明气象就说 一个礼拜都会下雨 我说没关系嘛 反正今天礼拜四了嘛 扣天就可以知道了 结果礼拜五还在下雨 礼拜六早上也还阴阴的 结果到下午居然有一点阳光了 我就打电话给她 我说 哎 出太阳了 晚上要带我去哦 她说 哦 你们老祖讲的话会准吗 我说我不管 反正就是没下雨就要带我去 是 结果去了之后 我那个月到晚上天气越好 看得好清楚 哦 是 是 这个看夜景啊 我个人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 雅兴 因为要看夜景就是要 去到一个很黑的地方嘛 对 我一直都很怕黑的 所以对这个夜景来讲 我无心欣赏 这不是一个很没有情调的人 不过呢 偶尔开车过去 当然不是阳明山 就是像台中有一些比较高的地方 我还是可以看到那个夜景 还是真的很美 有时候真的希望去看看 你在上面看到的那些的夜景 你要想说 哦 我在星空 我跟这些的星辰在一起 我就是仙子 你看看把自己提升的不是更好吗 所以看夜景不是只为了欣赏 有时候我们的心灵必须要提升的 我个人的浅见 不好意思 当然不过 就是说你进了中门 听说你们家的师兄的病好了 师兄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对 我的先生 他有十二指肠溃疡跟胃溃疡 已经是好几十年了 是压力太大了吗 他说是压力啦 但是也退休两年了 结果也没好 病也没好 那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也是因为这个问题 去挂急诊 那结果挂到第三次的急诊的时候呢 那一次痛到非常不得了 中午去挂一次急诊 晚上又去挂一次急诊 结果一天打了五支的止痛针 然后才止住 是 然后我就在想说 那这样子 我就来教室 然后跟老祖师尊烧香 我就跟他说 师尊 拜托你赶快让我先生的病好起来 不然我都没有办法来社区弘法 然后新班开班也不能来护持 然后也不能来教室当法工 我也不能来上课 会影响到我经济 我说 拜托老祖师尊 拜托你帮帮忙 是 结果也很神奇 这一次之后呢 他居然就没有痛了 是 一直到现在 是 对 所以你说这个是不是老祖的先机 那一定老祖先机 为什么呢 你来上课 先生有没有很高兴你来上课 其实我们两个是好像互不干涉 就是你做你的事 他做他的事我做我的事 只要你做的事正当的事 他都支持的 对 但是他不是说很支持 只是现在来讲 他就觉得说 好啦 就放你去了 放你去了 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只要不要把我拖进去就好了 是 但是我想他的病好了 应该他心里对老祖师尊 应该有一个不同的感觉了 有改变 是 对 那以前的话 像每次中门 如果比如说要坐游览车 回去供修 或者是 不管是任何的 祭祖 或者是说像上次的法会 我都不敢事先跟他说 你明天几点 你什么时候几点带我去坐游览车 我都一定要等到 明天要坐车了 今天才敢跟他讲 可是现在就不一样了 经过这次的事情 我就可以提前跟他说 我礼拜天我要坐游览车 你要带我去 他就都OK了 说话比较大 对 不过说真的 虽然我们进了中门这么久 师父红法已经有37年的时间了 那有些法讲师跟着师父 也都有20年以上了 包括我个人 我都快20年了 但是我们知道 有时候你觉得说 我们听到的王禅老祖师尊 对我们来讲已经耳熟能详了 但是说真的 在外面有时候 你跟朋友提到王禅老祖的时候 还是很多人不知道老祖是谁 所以我也希望 藉由老祖先机这个节目 希望我们的贤士同修们 或者是您已经受到老祖法医的 这些善性大德们 应该广传我们王禅老祖师尊的庙法 多多的让我们老祖师尊 让更多人知道 只要你念一句 南无王禅老祖师尊 你就会得到平安加持 这是我相当深信的一件事情 所以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弘扬老祖师尊的庙法 这才真正的是老祖先机 凡走过必留下现机 真的就是如此 不过我们知道 就是说人 其实如果一个人 都没有生过病 那真的给你恭喜 但是这个生老病死 在每一个人身上 一定都会发生的 尤其如果说一个人生病了 或者是你睡眠 长期睡不着 这也是一种精神的问题的病 那失眠了 你怎么去改善它 我在进中门之前 有一年多的时间 都没办法入睡 一定都是要吃 安眠药才有办法睡 真的你如果不吃的话 你真的是24小时 都不用睡觉 这睡觉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可是你就是做不到 有些人就是很奇怪 眼睛闭起来就可以睡着 对 我先生就是这样子 他六点多 晚上六点多也可以睡 你叫他三四点 他也可以睡 所以我睡不着的时候 我都在旁边就觉得说 我都睡不着 他怎么都可以睡得这样 旁边的人经常呼到睡 打呼有时候 我真的是很羡慕他 是 可是自从我进来中门之后 我也是在中门方面 也是付出很多的时间 跟心力 是 所以回去就变成说 很疲倦 很疲倦就变成说 我们两个比看谁先睡 因为我先睡就换我打呼 就换他睡不着 是 他先睡就换我打呼 换我睡不着 但是就是变成说 有时候我的小孩起床 半夜起来尿尿 就会说 你们房间呼声震天 到底是谁在打呼 是 我说反正不是你爸爸就是我 是 对 为什么情况会让你现在这么好睡呢 我觉得说进来这边之后 这里的人大家都非常的和乐 是 我也很快乐 我来这边我都非常的高兴 是 就像有师兄说 每次看你来上课都是笑秘秘的 因为我就觉得不晓得为什么 只要看到老祖师尊 我就觉得心情就是很愉快 没错 对 然后在这边的话 只要我能付出 不管是去社区红阀 我也跟着我们原舍老师去 是 那只要老师有开新班 我们来护持也都来 是 对 所以我是觉得说 在精神上可能有了依靠 所以在我们晚上睡眠的时候 就比较心无挂碍 是 就很容易入睡 这就是说我们只要是跟随老祖师尊 好好的将妙法来学习广传 你也可以接受到这个法医 所以你就心安了 你就安心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 没有什么 一躺下来就睡着了 所以其实有很多人睡不着 失眠这个原因会影响到很多身体健康的问题 如果说你要睡觉之前 你即使没有送我们的经典 那没有关系 但是你的心里一定要默念 南母王禅老祖师尊 你只要一直默念的话 你就会慢慢的就睡着了 这老祖师尊的能量 威德力是很大的 我们一定无庸置疑的 绝对要相信 所以老祖他是一个智者 是一个大智慧的 每个人都在老祖做钱 其实都是受到老祖很多的法医 甚至只要你家里有一个人 来学习老祖师尊的妙法 或者是参拜老祖师尊 老祖师尊永远知道 有这么样一个人 有这么样一个信众 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诚心 老祖要的就是你的诚心 如果你的诚心不够 你再多的钱 再大的势力 完全没有用的 因为老祖师尊 就是我们的心 也就是我们能量的前缘 也是大家能量的来源 所以一个人能量不好的时候 你的负面思想会太多 负面思想多 你完全做起事情来 就是会结到一些恶缘 所以你一样的 你的运势 你的未来都被打压了 是被你的负能量打压 如果你的能量越来越好的时候 把心敞开 好的能量进来 我相信你广结善缘 所以家家户户 每个人都会平安了 这是雅琪进了我们的中门 老祖师尊开示 让我们每个人 必须要将我们个人的心灵 来提升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几年来 你虽然说进了中门 你说你在我们北投教室 隶属的民权教室上课 已经上了一年了 但我感觉好像上了很久了 你讲的话 非常地真诚 而且把家里的这些发生的案例 包括你的生活当中 这些占卜的案例 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非常棒 其实在占卜方面 像我的儿子 他去年11月 因为他是犯太岁 所以他就告诉我说 他想离职 我就说想离职 不然我请师兄帮你占卦看看 结果师兄说 不要 这个如果离职会不好找工作 那回来我就告诉他说 不要 师兄说你如果离职 现在又是太岁年了 不好找工作 他才告诉我说 来不及了 我就做到11月底而已 已经递辞成了 他已经辞职了 那怎么办呢 已经辞职了 那回来我就跟师兄说 来不及了 他已经辞职了 那怎么办呢 师兄说 可是胎岁这一年 基本上运势就是不好 所以你如果离职了 你要找工作 也是会比较不好找 调养一阵子了 那怎么办 那师兄说 不然你就送金 送金的话回向给他 所以那时候我送金 我都是回向给我的儿子 就是祈求让他找工作顺利 但是我想说他才刚离职 也不好意思催他 我就一直忍一直忍 是 然后12月过了 1月2月都过了 我忍到3月中了 我说 你去找工作的话 你不要觉得说 好像没有信心 妈妈送金都是回向给你 让你找工作顺利 结果也很巧 所以这个应该也是我们老祖的先级 当他知道我这件事情之后 第一份工作就是麦当劳 找他去面试 居然就马上问他说 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 也不用回去等消息 所以回来之后 他就跟他妹妹说 奇怪了 妈妈信那个老祖 好像有用 他跟我讲了之后 就马上叫我来上班 不然我之前投礼律 不是没有下落 没有消息 不然就是叫我面试完回去等消息 只有这一次 连等都不用等 就直接叫我来上班 所以因为哥哥这样子 所以我女儿 她本来去年年底 她也想要换工作 可是她又怕会像哥哥这样 好几个月会找不到工作 所以她就说 那妈妈你先帮我沾一只卦 看可不可以换工作 那我就请文宏师姐帮我沾 沾了以后师姐说 不要 她这个不要换会比较好 所以回来我就告诉她说 师姐说不要换会比较好 那因为我女儿她会比较相信 她会去算命这些 所以她会相信 她就没有换 结果四隔三个多月 有一天她告诉我说 妈妈你们那个老祖 讲的话是对的 我说为什么 她说我们那个店长换过去以后 每天都睡不到三四个小时 所以还好我没有换过去 她说好像你去老祖那边 好像对我们家也是有所帮助 我说对啊你要相信老祖 你看你爸爸本来病会痛 现在也不痛了 然后哥哥说不要换 结果他换了 也是早了三四个月才找到工作 那你的话也是说不要换 可是因为你相信他你没有换 所以你现在得到的结果是好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进来这个中门 是让我们全家是都有改变 所以我们学习老祖师尊的妙法 是要保护自己 不伤害他人 进一步还可以帮助他人 尤其在我们这一次几亥年 就是全国智慧长讲习的时候 我们新的智慧长都是有来宣誓 然后他很光荣地佩戴了这个天德经 你也是其中的一位 是的 把这个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智慧长就是有一天 师傅大概几个月前 就一直宣导说 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 去介绍我们中门的法 然后成为智慧长 可以服务更多的会友 是 所以我就不管是任何时候 只要有机会 我逢人就会问 不管我的亲戚朋友同学 我都会跟他说 我们中门的好处 然后你只要一个月 愿意在我们中门付出一百块 你就有机会可以做功德 因为师傅说我们要开如来口 我们如果不开这个如来口 别人就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知道这件事之后 我也是觉得说不要怕被拒绝 当然开口我也是遭到很多的拒绝 但是我觉得说不要气馁 拒绝就是因为他的缘分还不够 然后我们还是要继续的讲 然后让他们有这个机会 可以共转法轮 我是跟他们说 只要你们这个一个月一百块 因为我们微星电视台 是二十四小时都有在转播 然后只要有人收看我们电视台的话 你就有做到功德 所以我希望说不要让他们丧失了这个机会 没错 这么好的妙法真的是师傅常开示我们妙法难闻 我们也都是有福报的人 今天才有因缘的具足 有我们的贤士同修来告诉你这个妙法 你应该是欣然的接受 当然在你还不了解的时候 可能的因缘还没有具足 但是我相信我们老祖师尊 只要你因缘具足了 你接到这个妙法 一定是对你的家庭非常的照顾的 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攻占我们王禅老祖 教主天威 今天谢谢我们的师姐来接受访问 感恩也祝福你 希望你也越来越好 谢谢 同时我们心中有老祖 家家户户皆平安 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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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